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现在收看的是跟凌文老师学英文看天下 各位知道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了吗 光这样的经济学文章 我们今天重点来看贸关税 关税在第一段文章你没有看到 你就看到两国之间的冲突 我们要看的是duty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duty 首先太阳能板再加上洗衣机 洗衣机针对是南韩的 对不对 太阳能板是中国大陆的 相当的明显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叫duty duty什么东西呢 duty本来你背过叫职责啊 我们讲duty对不对 不过这个字有很多其他的用法 除了当职责以外可以当税 不过税还有个tarif 在这本文章里面看到关税 还有个叫海关呢 海关那个又不一样 从custom变来的词类变化 加个s就变成一个海关 所以各位同学 看任何英文文章 你要有功利都必须具备大量的词汇 是这样变来的 但不管怎么讲 the harm done by the America 好 home在这边省略了关西代名词 which is 也就是说这个伤害谁造成的 美国的新的tariff 刚不是看到关税吗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到 在大脑里面你看文章的时候 你必须具备很多对文章的基本功力 才能吸收的好 好 林文老师就这么简单的介绍 让你看到我的讲解功力 看文章才能看得更深入 才知道中美大战开达 对后续的影响 林文老师讲解的文章已经不得了了 林文老师讲解的文章已经到5185篇了 9成9上锁 所以订阅我的文章 要付费找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